謝謝主席 有請卓院長 麻煩請卓院長備選 部委員好 院長 大師兄 所有的內閣同仁大家辛苦了 我今天的破題非常清楚 憲法跟預算 都無分顏色 不論是藍是白或是綠 都要克遵憲法 也不論是行政或是立法部門 都同樣要善盡憲法的忠誠義務 我非常遺憾 風風雨雨的總預算 今天卓院長終於可以進入 立法院的議事殿堂進行報告 但是呢 黨預算的藍白的委員們 小貓兩三隻 民眾黨的委員更是八席都沒有出現 我認為 如果真的關心總預算 就應當到場來參與跟聆聽 我首先先表達我的遺憾 那 我常常有個說法 現在台灣的政治環境非常的險惡 戰場就在立法院 這個中國的統戰至高要點 再在的點出 要用台灣的民主破壞台灣的民主 所以我形容它 是形同一場隱形的民主政變 院長你同意我的觀點嗎 台灣是一個民主深化的國家 那我們民主可以經由人民的力量來改變 那如果用其他非法的行為 我想國人是無法接受的 我們擁有無限強大的隱形席次 就是我們的名氣可用 下一頁 我所謂的民主政變 就像無把利刃 刀刀劍骨刺向台灣的心臟 第一 擴權 上個會期的國會擴權法案 已經證明立法院不應當站在憲法的對立面 大法官的視線已經做出了終極的裁判 擴權之後呢 又要搶錢 這個會期就是我們面臨的 譬如財劃法的修正案 譬如上個會期已經提出 傅崑崎委員的三大潛坑法案 乃至於原住民的委員或是離島選區的委員 分別提出了法案要新設基金 這都可能來破壞國家的財政紀律 摧毀國家預算的制度 這是搶錢 第三把利刃 就是要沒收民權 惡修選罷法增加罷免的難度 向人民珍貴的憲法復權開刀 然後呢 摧毀憲法 在野黨搶修憲法訴訟法 我非常遺憾的說 似乎在野黨的委員是違憲上癮喔 再一次要提出以修法來取代修憲 憲訴法將可能癱瘓 我們憲法法庭的運作 所以從擴權搶錢 沒收民權乃至於摧毀憲法 而現在您站在這裡的此時此刻 我們共同要解決的是另外一把大的利刃 也就是中國習近平已經想方設法的來下達命令 要摧毀賴清德政府可能擁有的執政成績 他的方法就是來杯葛總預算 就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針對預算能不能夠持續挺進 所以針對這個刀刀劍骨就是我所謂的民主政變 你有什麼妙方可以來因應 謝謝委員的提醒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法律更是國人唯一遵守的依據 如果都能在這樣的理念之下 這個政府的運作就會順暢 兩院的關係就會在憲法的架構下 互相的平衡也互相的尊重 我想人民樂見的應該是這樣子 對外可以伸展國家的主權 對內可以透過很多福國利民的法案 來增進人民的福利 這才是未來國家該走的路 所以朝野可以合作 雖然政黨之間有所競爭 但是對外團結 但是對於內政上的國際民生的人民福祉國家建設 我們都希望朝野合作 不管卓院長或是吳思瑤 我們都是同樣的心情 下一頁 跟您分享 我的辦公室是個聯合國 每年都有很多從國際讀書回來的學生 要在我辦公室實習 那我辦公室更是跨族群 譬如說我辦公室有客家的年輕幕僚 有原住民的年輕幕僚 還有新住民的年輕幕僚 這些年輕世代都針對總預算 不分族群 就是要讓不分顏色的總預算 快快審查速速通過 所以我跟幾位我的辦公室幕僚 我今天要用三種語言 來表達不同族群 對於總預算通過的這種心聲 您可以考我的發音喔 曾夫總一生恩 無分生母 希望 夾夾生差 夾夾通過 您聽得懂我的客家話嗎 請谷主委來說 沒問題 一百分謝謝谷主委 這是我們四線腔的客語 客語這一次 如果我們的預算沒有通過 客庄地方創生十三點五億 就受影響了 這是客家青年的期盼 下一頁 我要用原住民族的語言 而且非常少見的鄒族語 來表達原民朋友的心聲 有點忘記 這是鄒族語 我努力了 成立一百分 謝謝 這也是原民的青年 我們看到原民的青年最近在串聯 他們不希望部分在野的委員拿原住民族禁法補償的預算 來作為政治的犧牲品 原民的年輕朋友也在反省 也在抵抗 同樣的原鄉產業發展 如果預算沒有通過 一樣 十多億沒有辦法支應 來 再來 我要用新住民語喔 我辦公室的同仁來自於越南喔 好緊張 紅狗藍牌 中人殺中 狗隱無人希望能殺中 西魯先生 和非禮感 生幹毒 這是越南話 新住民的朋友 如果總預算沒有通過 新住民族的教育預算 不管是子女 或者是新住民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 不分族群 都應當受惠於政府總預算 讓他們的生活 進步都能夠來予以實踐 下一頁 今天是思瑤就任立委 這一屆274天 我也替您算過了 是您就任 這個內閣 院長165天 您還記得您的誓詞嗎 宣誓的誓詞 記得背不起來而已 下一頁 我們同樣的 不管是立委或是行政院長 於是已制成 克尊憲法 於是已制成 克尊國家法令 所以無論行政立法 都要克尊憲法 我們不期待所有的 政治工作者宣誓的時候 說一套 而實際的作為 又是另一套 如為誓言 願受最嚴厲之制裁 民意會制裁 剛剛院長說得非常好 這一頁呢 是我上一次在質詢審計部 審計部部長 我就以這一張 這是國家完整的預算制度 No one is outsider 沒人例外 預算編轉是行政權 審議預算是立法權 而預算執行是行政權 後端的監督 預算的執行是審計權 相關的適用法規 預算法 會計法 決算法 審計法 公庫法 財政紀律法 公債法 乃至於憲法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忠誠義務 不是嗎 下一頁 但我非常遺憾喔 在野黨的委員 那一天 九月二十在這裡 是先提案退回總預算案 當時是沒有載明理由的 很少看到任何退回總預算案 歷史上 手指頭指得出來幾次 都需要具細迷移的提出你對於總預算編轉的意見 如果你要退回的話 可是這一次藍白的委員退回是沒有載明理由 下一頁 他們 他們先退回表決 然後才提出相關退回預算的理由 而且每一個理由 我不想在這裡贅述喔 因為剛剛您都在您清楚的預算報告裡頭 回應了這些 當預算的理由 完全不正當 或者是說 您也看到了在野黨的委員對於預算編列的一些建議 您也提出了解方 就在您剛剛報告的文件裡 但是藍白的委員不願意來傾聽 而這幾點退回預算的理由 真的是我懷疑就是國民黨黨團的助理幕僚寫的 毫不專業 粗糙不堪 我們希望所有對於預算的項目 就回到各該委員會去專業審查 這是立法院的憲政忠誠義務 您跟我的看法一樣嗎 是的 好 下一頁 無論如何 我們今天可以報告 我在這裡請求韓國瑜院長 總預算只推進了二分之一步 這是很罕見的 過去協商獲得共識 來排定總預算審查的期程 他必然是 巡達完畢 交付委員會審查 各黨同意不得意義 也就是不提負義 民主兵的國人 期待總預算 不能只進二分之一步 我們要進入審查的階段 專業來對決 如果在野黨的委員針對各項預算有疑義 回到各該委員會去好好行使審查權 我再次懇求韓院長 下週二也在這裡 卓院長曝光完畢之後 能不能夠順利復委 我希望韓院長能夠意識中立 莫忘世間苦人多 這是您的名言 我想我們持續努力好嗎 卓院長 當然我們必須要更加的努力 讓大院的委員能夠了解 總預算編列的精神 跟他未來執行的結果 以及不執行的效果 好 不執行會有什麼效果嗎 會有什麼負面的惡果呢 如果總預算不審查不通過 包括新興計劃延續性項目新增 以及前瞻五期 總共影響了五千兩百九十九億下業 針對新興新增計劃有兩千五百二十八億 就包括軍公教的三趴調薪 包括癌症新藥的支付 包括我們護理的三班制的家籍 包括我們潛建國造國防預算 如果國防預算沒有辦法通過 誰最高興 中國最高興 這是新增計劃 延續性項目新增的項目也有 二零六七億 尾丁尾當就包括 治水預算一百五十九億 包括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 新增四十一億 包括要強化我們的AI產業 中小企業還有五大信賴產業 加起來有一百四十六億 當然包括前瞻五期七百零三億 換言之下一頁 二十六億的進法補償來擋三兆的總預算 用五萬元民的利益來擋下二三五零萬的全民的福祉 它顯不合理 尤其這一頁您已經說到 大家都會背了 憲法七十條 預算法九十一條 財政紀律法第五條 第七條 還有財政收支劃分法三十八之一條 來下一頁 下一頁 不論誰執政都要課遵憲法 這個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國會多數 國民黨的大法官的任命之下 做出來的兩個憲法的裁判 是自二六四號跟是自三九一號 都告訴我們立法委員不能為增加預算支出 因為它會破壞財政紀律 會破壞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 這就是您說的 只此一例 否則惡力一開 後患無窮 我們後續在針對總預算的審查期間 針對幾個在業黨委員所提出來的方案 我相信我們做好準備 總能夠 謝謝吳四雅委員的諮詢 謝謝卓院長的備詢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二號 傅崑奇委員諮詢